我把帐篷和狼拿出来给大家看 咱们在这儿玩狼 然后那边 家里面我给你介绍一下 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 有 16匹狼 这个山顶上21匹狼 然后这些笼子里都有狼 大家喜欢看狼的 看来一会儿大雨下不了 来 哈哈哈哈 走 哇 这个牛逼啊 三匹狼最早 四驾马车 哇塞 想进去 这儿有小狼仔 小狼仔不行走 你看看你看小狼仔 你看那洞里小狼仔的 那洞里 那洞里边有小狼仔子啊 对 哇操车不住他们 啊 他几个乱炮了 他几个 哎 这小狼仔 怎么在这儿呢 那小狼仔 这小狼仔 嗯 这小仔 我做的什么效果 我拿着肉让它来我手里吃 给我半个月 最多十天 三天 你弄了牙它也祸 他把狼王给一切干成残废 就是说现在你就拿另外一匹狼 很厉害狼过来以后 他如果够强大的话 他一切就把这个 撑头的狼给干残废 干的彻底服气 最后服从他的小弟都去揍他去 你明明见过狼 狼给狼竞争啊 那打到一定程度就是说 他会让最后所有跟随他的人 就是翻枪倒戈 翻过来 原来他对里面的敌人 变成他的支持者 崇拜者 狼可能也是崇拜英雄 也是崇拜英雄的一种动物 他是要打起来 开始的时候他还向着他 到后来彻底把一个狼给打扶的时候 所有狼都过来打着一个最强大的狼 就是说被 就是以前他们掏了 落井下石也是 人的落井下石就这么感觉 也是崇拜英雄 第二就是落井下石 反正中国语言就是两面 一个是崇拜英雄 一个是落井下石 本身他是追随者 后期他会变成一个什么 就变成一个落井下石 其实落井下石也不是毛病 因为我跟的英雄好混的 所以说 狼就是这种故事 就这么厉害 因为他会 来了以后 够熊的狼 他会进入整群 会出现一个什么现象呢 挨个袭击 箭一个咬一个 箭一个就趴下 一咬尾巴 征服一个 他大部分就是一个一个的征服 只有他这里边的狼王 猛男家站出来以后 这些狼没有被他制服的狼 才会 才会一起挑战这个厉害的狼 等他 这次战败以后 彻底征服整个狼群 就跟人一样